前一集我们讲到台纸旗的保证金和杠杆 大家可以点选由上方资讯卡复习 今天的影片我们将来介绍 什么是台纸旗以及使用台纸旗当中的优点 嗨大家好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 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一般来说 期货的报价有两种 分别为台纸旗月以及台纸旗权 台纸旗月就是前一集表格中 我们看到的一般交易时间8点45至下午1点45 而台纸旗权 多了一个全字 则是全部交易时段皆可交易 也就是8点45至下午1点45 即台股盘后交易时间的下午3点至隔日清晨5点 不过在我们口袋证券的app中有一点较为不同 我们将报价直接拆分为台纸旗货以及台纸电子盘 台纸旗货的部分 也就是与台纸旗月相同 为一般交易时间 不同的地方是我们的台纸电子盘 并非包含全部的时段 而是将盘后交易时间 下午3点至隔日清晨5点独立出来 只要按下交换图标即可切换 使用台纸旗当冲有什么好处呢? 流动性充足 台纸旗是台湾最活跃的期货商品 每日的交易量大 市场深度好 表示投资人能够随时进出市场 并且不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太大的影响 这种高度流动性使得当冲交易能够快速又准确地执行交易指令 投资人可以及时进行买进和卖出的操作 并且在当天结束时不保留仓位 能够避免隔夜及跳空风险 投机交易 由于台纸旗的价格与台湾加权股价指数有着紧密的关联 投资人可以利用当冲交易来进行投机或套利 例如 当投资者预期台湾股市将上涨时 可以透过当冲交易快速进出台纸旗 反之当股市预期下跌时 可以快速进行空投操作 预测台股走势 预测台股走势的功能 让台纸旗的价格变动往往领先于台湾股市 因此投资人可以利用当冲交易 分析台纸旗的价格变动 以预测台湾股市走势 能够帮助投资人提前做好风险管理 并制定相应的交易策略 台纸旗是具有高风险的投资工具 由于其杠杆效应 可能会放大投资者的获利 但同时也可能放大亏损 因此 在进行台纸旗投资前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其风险 并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看完影片有更了解吗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亲朋好友 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是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见